说一下有关经济制裁的事情 前天把俄罗斯踢出Swift后 实际上对俄罗斯没太大影响 昨天俄罗斯洋行宣布 用CIPS来结算了 前段时间中美贸易战时 川普一威胁要打中国踢出Swift 中国早就有备用的系统了 那就是CIPS 对搞电脑合作国际贸易的人来说 建立一套支付系统统治就是小菜一碟 现在什么年代了 不行 我们 还可以用比特币支付吗 支付系统更多的是对金融机构认证的问题 做过跨国卖买的人都知道 你现在要把一笔钱 从美国的花旗银行 转到中国的农业银行 只要在Swift或者CIPS系统 或第三方的支付平台里找到这二 加银行 你就可以转账了 只不够Swift有一万一千 加认证的银行金融机构 而CIPS只有三千多家而几 大概 是Swift的三分之一 随着更多人在用人币结算后 中国贸易进出口量几今是世界第一了 每年交给 Swift的手续费都是天文数字 现在好了 CIPS可以趁机做大 有些国人还是有远见的 加快人币国际化吧 这几天 人币都一直在升值 等那天我们人币一是主流货币时 中国人 也可以随便印点红票票到别的国家 去随便搬东西了 那时中国人的日子算是熬出头了 现在中国的进出口都世界第一了 可以挪底气说 要买 东西可以 我们现在不用绿票票了 该用红票票了 请您到CIPS里把红票票汇过来 快到了我才发货 你看到 是谁制裁谁 危机就是转机 祝福人币国际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